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我当时上去走一下 它是一个发电玻璃可以替代木墙 用了这样的设备你整个的建筑都会变成是一个发电站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的建筑集团公司已经收购了他们 他们在国际上是一个很领先的光复太阳能的公司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展示厅看到的 他们所制造的这种光滑表面可以变不同颜色 与建筑设计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装置 现在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具体的合作的项目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跟城市已经有很多的项目了 那么刚刚我们在他们的名书上也看到 他们有给北京做一些具体的城市规划 我们也希望尽快把能够在北京的城市当中 看到他们跟建筑合作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这是咱的特点是什么 在那个比较这个空间内有12台机器人在里面 可以就在一个比较密的 比较小的空间里面安装高密度的机器人 实现了这条生产线可以转色化 下去同时工作那么随于效率高 大概是40秒钟就可以抽一辆车 40秒抽一辆车 10秒抽一个车身 车身 车身 就外壳对不对 外壳对不对 在这个生产线当中也是在运用 都在运用 其实就是一个一架飞机 但是它其实可以自动的在这个 汽车模式跟飞机模式之间转换 其实在很多的活动当中 我们都看到这个会飞的汽车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投入使用 当然了这牵扯到一些国际航道 以及领空的问题 相信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